昨天呢 大家在收看呢 这个在军乐饭店举行的 这个蓝白盒的三方会谈 那最后大家感觉是不是就 濒临破局 很多人呢 好想唱歌啊 包括什么呢 分手快乐跟 无言的结局 那么看到了这个 现在啊 传出了说这个 侯仪跟柯文哲都会 在上午的时候各自去 等计 好 我们来看到这个画面呢 就是昨天 因为啦 郭伴这边的发言人 黄世修就说 哎 我们这个场地哦 只有到七点 六点半就要撤场了 那讲到最后呢 其实有一点 这个不开心 好 所以 不欢而散了 那蓝营这边 包括朱立伦 前头的马英九 还有这个侯仪他们就先行 离开了这个军乐饭店 好了 那我们 来看到其实在 昨天之后 就是昨天晚上哦 侯仪呢 他就有这个发他的脸书 讲到说 肩负民意 携手前行 好 我们是义无反顾的 好 这句台语我来念念看哦 心头领好听 大家倒定驾 他说一定会成功 好 据了解 11点钟呢 这个国民党这边会来召开中常会 因为这个副手人选 还是有个程序要走的 那么预计11点45分会前往中选会来登记 好 那就在讲啦 副手人选有可能是谁 近侯人士讲到说 内部有一位跟侯仪关系 呃 身后者呢 是力挺中广斗日长赵浩康的 好 同时 目前呢 这个列在不分区立委名单当中的 国民党智库执行长柯志恩 以及国民党的副主席夏立言 也都是后宜可能的这个副手人选 好 那我们来看到我这个昨天 好 前高中市长韩国瑜 他也在脸书上面po出了这样的话 他说我祈勉 从我本人开始 以及由国民党中委中央委员会 一票一票投出来的 所有不分区立委伙伴们 一定要做到几个重要的目标 同时也请托所有亲爱的海内外同胞 亲爱的台湾人民 拜托再给国民党一个机会 好啦 那我们看到了 如果真的破局 那当然是不是就是各自选了 好 柯文哲呢 这个阵营哦 他们昨天晚上呢 率先发出了采访通知 就是柯文哲预计在今天11点 会到中选会 协同他的这个副手啊 去登记 外传他的副手人选呢 是三女一男 包括之前就已经很常讲到了 好 这个雅虎国际事业董事总经理 周开莲 好 现在传出 星光公主 吴欣盈 呼声也蛮高的 当然还有他的这个 民众党这边主战派 这也是不分区立委名单当中的 竞选总干事 还有前台北市副市长邓家基 诶 或许也是柯文哲的副手人选之一 好 那我们来看到 关于昨天大家看到了 这个有点撕破脸的状况 我们来看到媒体人李燕秋 他说 柯文哲要求公开透明直播 结果呢 他善变轻诺的人格啊 就彻底的现行 后一征求他的同意 才念出了两个人之间的简讯嘛 好 可是 柯文哲同意之后呢 却在一分钟之内翻桌 变脸来骂侯仪 这个是侧意名嘴的行为 好 至少啦 上次呢 签了六点协议 划压之后 撑了七天才翻脸 现在是不是已经进化到 以分钟为单位呢 好 一分钟之内就翻脸 不认人了 那这个李燕秋就说 好 就算合了 可能下一秒就不认了 你要跟一个善变 亲诺的人如何来合作呢 好 呛柯文哲说 善变亲诺 而这样的人 大家又要怎么放心 可以把国家交给他呢 好 我们看到就是 关于昨天在军乐饭店 最后不欢而散 那么台北市员徐鸿廷 也针对了柯文哲 对于说明调结果的不满 做出分析 他说假如大家认知的误差范围 已经被改变了 那等于是攻击性的第一级 视同宣战 我们过去在谈判的 商业谈判的过程当中 在签约那天破局的人 如果最后是他先主动打电话 那这个案子基本上有80%以上的几率 蓝白河间的卡关 其实最大的重点其实在哪里 就在柯文哲当初进马办的时候 讲的话 柯文哲进马办里面讲的就是说 我们的民调在麻花卷的 这个状态里面 谁也拉不开谁 所以表示什么 表示弃饱这件事情 并不是那么的容易 然后柯文哲在进去之前 他又讲了一句话叫做 受死的骆驼比马大 所以他也知道公民党有 他没有办法放弃的地方 所以最后双方在什么 双方在一个见证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 进行了一个对赌的动作 所以我就讲 先抛开统计学不管 浪三分就是浪三分 当你看到你的那一张彩卷上面 一个写负三 一个写加三的时候 会是六吗 你拿那张彩卷去换钱 你会换得出来吗 你绝对换不出来的嘛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 我觉得最大的重点是 我觉得说老实话 以我自己个人的态度 当整个统计学的概念被抽换 当整个统计学的概念 已经被改变的时候 我个人会认为说 这个叫做攻击性的第一级 是同宣战 苏第二场选举没有那么重要 说老实话 你当然今年真的很重要 但是有很多东西 有很多所谓核心价值 是应该要去捍卫的 所以回过头来我讲 在这一点上 我还是奉劝柯文哲一件事情 就是说你是哪一个柯文哲 你是那个当初进去马办的时候 然后要知道受死的落头比马大 也知道要对赌 也知道签了约的那个柯文哲 还是你是那个一破局以后 又去找郭台铭 又希望去玩杠杆 又希望多拿一点的那个柯文哲 好我们来看到了 其实这个蓝白盒进入倒数计时 应该说只剩下一个上午 可以来协商了 那侯仪昨天来曝光了 柯文哲传给他的这个简讯 提到说呢 最后一次来解决台湾问题是好的 郭董需要找一个理由退选 给他一个面子也好 好不要秘密见面 干脆公开来谈 结果呢 柯文哲就板枪啊 说这个是名嘴侧意的行为 好甚至也算侯仪要有能力 带领台湾面临下一步 你不需要带一堆保姆来 我看在马总统还有 朱立文主席 签的那六点协议是有效的 因为我到现在还是遵守 只是说在第三点 在讨论那个民调怎么做的时候 有卡住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如果一个问题 他已经争议了超过两个 已经超过一个礼拜 也没有决绝 其实离 那个是什么 离登陆的时间 最后剩下20个小时 其实我们应该思考说带五弟排完下一步怎么样 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下一任的台湾总统面对的困难相当多 所以我们还是要当总统候选者要有能力 单独去面对困难 而不是需要一堆保姆 今天在场这么多媒体关心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觉得这个是决定台湾未来命运一个很重要的时机 我要跟何市长讲 虽然我是同意 但是把私人之间的简讯拿出来面 通常这个是名嘴跟侧意在做的事 不是总统要做的事 再来 这个不能这样说 我是经过你的同意才练 我同意没有错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我同意啊 你也可以不同意啊 你不要打断的话 第一点 11月15号在马办签了六项协议書 其实我到现在我都遵守 今天只是在民调那一部分有出现争议 那已经吵了一个礼拜也没有办法解决 所以我当时说要解决问题那现在怎么办 应该把这些就翻过去 在这一刻在这一秒 我们要思考是下一步怎么做对台湾是最好的 坦白讲 对我来讲 如果呼应最多民意的要求是什么 就是一个政党2020政党轮替 所以我的逻辑很简单 如果组成最强的胜选的组合 这才是我的目的啊 另外啊 所谓的在野整合不是只有蓝白和 应该把团结一切的团结力量把他合起来 来达到政党轮替 所以 其实所有今天我要跟大家讲我的逻辑很简单 怎么做 是胜选的最高的机会 就这样而已啊 我是一个很尊重数字的人 我都看得很清楚嘛 所以是这样啊 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 还有趁机要拉政党的利益 甚至个人的利益 这不是台湾未来长远发展 希望看到的 好刚听到呢 后宜就直接问柯文哲说 是你同意哦 我念出来这个简讯的内容的嘛 那没想到柯文哲呢 就翻脸生气了 而且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柯文哲呢 之前11月15号的时候 在马办签下的六点协议 达成了共识 所以后宜就怒轰柯文哲说 你应该要有诚信原则 不能够因为来自家人的压力 那同时后宜也再三强调啊 大家都是团队 大家都要团结 说到之后呢 还是有点生气哦 他说绝对没有谁让谁 没有所谓让6%的问题 人可以失去一切 但是不能没有人格 我们就回到一个诚信原则 人真的要面对 自己所牵的内容 要负起责任来 这过程同时你也很清楚 我相信柯主席也知道 统计误差换为几% 因为你当天也讲得非常轻 有几%我听得很清楚啊 柯主席绝对不是到郭台铭 董事长家里去恶补统计协 柯主席不需要恶补统计协 大家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今天还是回到一句话 既然是团队就互相相信 互相团情 大家一起共同面对 共同带着力量往前走 我也诚慈的盼望 柯主席跟侯友宜 能够一起努力 虽然过去有一些 大家互相之间 也许在讲话上 或是在过程上 有一些知知觉觉 我们都放下 也许柯主席的压力比我大 因为他的家人 给他很大很大的压力 我也可以理解 所以我还是期盼 再大的压力 就像侯友宜一样 我都是面对 所以 今天非常谢谢柯主席 然后我们一起共同面对 下一个步骤 把这个 未完成的故事篇章 把它完成 我们是团队 我们是团队 不是一个人 侯友宜带领是一个团队 柯主席也带领是一个团队 所以为什么把政党出力 在这里做比较 没有所谓的让6% 这一点我一定要讲清楚 用这种人格侮辱 我完全不能接受 没有所谓的让6% 也没有所谓的谁让谁 这一点我一定要诚恳 人可以失去一切 绝对不可以失去人格 这是我的底线 国家人民 你可以侮辱我 我可以接受各种不同的侮辱 但是 我必须要为人民国家来设想 我们要一切放下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这个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 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 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梅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